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中三个已经地位不保 只有一个还在勉强维持 名副其实了 从公元七世纪开始 伊斯兰教诞生 快速占据整个中东 但是此后千年 其实作为穆斯林世界的中东 掌握在四大强国手中 分别是埃及 土耳其 伊朗和沙特 这四个国家都是国土广大 人口众多 实力强悍 成为支撑中东的最基础 力量 而且都是军事强悍 国力强盛的穆斯林国家 古代中东有四大强国支撑 其中最强的是埃及 这个国家历史最悠久 国土超过百万平方公里 而且相对位置土地肥沃 国力强盛 当年阿拉伯帝国 奥斯曼帝国都不能将埃及奈何 只能将其作为独立的国家 享受高度的权利 因此 近代埃及那是以老大哥自居 成为中东的领导 尤其是纳塞尔革命之后 埃及更是带领中东联合对付以色列和西方 诸可建起在中东的地位 只是可惜的是 埃及战后的战斗力实在是渣 没能撑起中东 几次中东战争损失惨重 丧权失地 到现在干脆投降西方 自动放下中东大国的面子 甘愿做小弟 所以 埃及已经是地位不保 中东大国地位沦丧了 还明第二的 当属伊朗 伊朗那是古代强悍民族波斯人建立的国家 古代波斯人 你曾经也让世界胆寒 因此 中东阿拉伯人一直无法争 复制给伊朗 而且 伊朗占据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人口众多 战力强悍 自古就是中东的强国 而现在 伊朗依旧保持对西方的对抗 坚决不投降 而且 已经被西方封锁了四十多年 但是其 依旧没有放弃 现在的伊朗 依然占据中东强国的地位 也是中东四大强国中 唯一还在坚持的国家 现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 兵力达到百万人 而且作战威猛 非常厉害 现在也只有伊朗名副其实了 第三 是土耳其 土耳其在奥斯曼时期那是非常强悍的 而且以突厥人后裔自居 战斗力一向强悍无比 因此 在中东 那也是首居一指的存在 但是土耳其虽然强悍 却一直被阿拉伯人排挤 在近代尤其遭到俄罗斯和西方的联合打击 现在国土在四大强国中最小 人口也相对较少 比不上埃及和伊朗 而且二战后 被打帕地土耳其 主动缴械 跟随了西方 现在已经是西方的一 原 已经丧失四大强国地位了 现在的土耳其一心往西方钻 加入北约 又要进入欧盟 已经不是中东的支柱了 第四 那是沙特 沙特那是中东古代的核心地带 伊斯兰教就是产生在这一带 拥有很多圣地 所以 在中东地位很高 而且这里地域广大 多达二百多万平方公里 古代影响力很强 作为四大强国那是名副其实 但是 自从现在沙特建立专制王国开始 沙特就彻底倒向了西方 在西方的支持下 不但没能成为中东的支柱 反而成为中东的脚使论 不断地在中东搞事 先后干掉伊拉克 利比亚 叙利亚等 现在表面上成为中东老大 但是实际上 战斗力那是非常弱 连伊朗支持的民兵胡塞武装都解决不了 实在是不能堪称四大强国了 而且 这个所谓的中东老大的位置 那也是花钱买来的 所以 中东四大强国 其实三个已经是地位不保了 而只有伊朗还在苦苦 支撑 名副其实 欢迎关注 还原历史背后真相 每天为您更新新鲜的历史资讯 不出门看天下事 参考文献 血色年轮 中东的历史与现实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